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现在是2024年的3月11号 这是台湾时间高点 我们现在开始要做 每周一遍的台湾建国证明自宪国际援党会 这期是一百三的一期 今天很欢迎我们的转到云伦跟澳洲 云伦是德国澳洲的Lawrence高年来做演讲 我现在开始 我们就请Ramon庄 庄圣新帝的旧金山庄金来给我们主持 Ramon拜托您谢谢您 大家好 今天本来是招亮你主持因为他有要事 所以这几礼拜他叫我 叫我来帮忙招场 串场一下子 今天是一百三十一 我们普通时是一礼拜一回时 就要一礼拜五十二回而已 现在一百三十一 已经是三十五 他们在大生堂开始的时候 是两礼拜一回 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两年三年多的历史了 我们都说的都老声老声 今天你们要请英伦 高亦林自于Lawrence 从澳洲来跟我们说一个熟悉的题目 但是他有新解释 另外云伦从德国也会参加进来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较少年的声 看他虽然说是老议题 他们要说什么 今天我们请Lawrence 高亦林从澳洲 你自己又介绍一下 虽然很多人都没理 但是你自己又介绍一下 你是怎么样的专长 怎么样的特别幸福 多谢 Lawrence Lawrence 现在让你开始 谢谢庄前辈 没问题 OK 好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今天没有开镜头 但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 就是关于台独 你可能不会知道的三件事情 在我们开始这个题目之前 我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现在比较有点害羞 然后在我也没有大家各个先进 长得那么的帅 所以我跟袁伦讨论好以后 我们两个都决定深藏不露 就是把脸藏起来不要露出来这样子 OK 那也不是三点不露 我们三点本来就不会露的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三件事 大家可能不会知道的 就是关于这个台湾独立运动 那你会想说 我一个澳洲的台湾英纳 然后只不过是在帮人家检查眼睛的 一个眼科的这个艳光医师 那我有什么资格来讲 这三件台独的事情呢 其实就刚好相反 因为我们从澳洲 然后我们的谢博士 他最近也拿到了两个博士 或者再是1.5个博士 所以我们都是可以从远处 来看台湾的这一些 对台独的这个定义 还有对台独的这一些看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视角 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什么叫做台独 如果你去Wikipedia 去维基百科 你就会发现说 台湾独立运动 它就是叫做台独运动 是主张台湾成为正常国家 以及独立支持主权国家的政治运动 这个从Wikipedia超书出来的 所以不是我自创的 OK大家都同意 那现在呢 他有一个核心理念 就说是要来解除任何外来政权 对台湾的统治 包括质疑1949年来的 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台湾的合法性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分歧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台独 中华民国统治下 就不叫做台独吗 还是说这个叫做被定义为华独 如果你要定义它为华独的话 那请问 这是不是一个大部分的人 都同意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定义 所以当我们要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来讨论一下 什么叫做台独 你必须要把它正确的定义 如果你的定义 认为台独 它是一个 排除掉中华民国的政权 你质疑它的合法性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台独就是真正的台湾独立 就是说你会建立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并不是承细 这个制中华民国的这个体系 这个体统 换句话说 你就不应该参加它的选举 换句话说 你就不应该用它的新台币 这样子台独是你要接受的吗 还是说你实际上在使用新台币 但是呢 你却同时又在讲说 我要来建立一个台独 台湾的共和国 所以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第一件事情 你可能不会知道的就是什么呢 来 江会长麻烦您下一张slide 对就是这里 第一件事情 民进党 基本上就没台独 你给我骗笑的 民进党根本就不是搞台独的好吗 这是事实啊 因为你看哦 在台湾2013年的时候 2023年的时候不好意思 就只是去年而已 8月16号台湾时报 他写了一封社论 他这个社论说什么 在中华民国执政的民进党 已经排除了台独 这个社论怎么讲呢 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坚定捍卫中华民国 抛弃台独 很多被台独神主牌者 也急着到民进党里面 分一杯羹 所以就是要来拿政治资源 而民进党呢 只有下野的时候会喊台独 以便可以得到台独的同温层 来取暖 OK 因为在去年 2023年的时候 8月14号 红博电视 他就播出专访 现在是赖清德总统 但是当时候是赖清德副总统的专访 他双 那时候呢 双方就有台独的问题 你来我往 赖富他就说什么 台湾是名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国家 来回应正式独立的疑问 他强调说并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 会延续蔡总统中华民国台湾的用法 注意哦 台湾在这边是括号 而且他不是国民 他其实是附助中华民国在台湾 所以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台湾 他其实是一个地名 而不是国民 OK 并且 赖富当时候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不打算更改国民 赖富又表示说 他的责任就是捍卫台湾 OK 台湾在这里是地名 不是国民 All right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民进党 根本就不是台独啊 他不是先任的民进党的党主席吗 你能够对他有更多的期待吗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这一件非常实以为常的事 却认为说 选了赖清德作为副总统 然后再好像一切都可以改变 然后在台独就可以真正的去务实的去推动呢 你有没有想过 赖清德他所务实的推动的台独 是以中华民国为主体 这样子一种的概念 他要中华民国独立在台湾上面 这块土地上面 那这样的话 赖清德是不是你口中的华独 而不是真正的台独 云伦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大家好 就是我其实跟那个高医师算是半斤发量 他说他是演科医师 然后我算是音乐学者 我就是在那个之前的脸书照片写说 这个是音乐学者 然后是偶尔还是作曲家 就偶尔会创作一下 然后偶尔也扮演一点点 钢琴家的角色虽然是冒充的 很冒充 因为钢琴主修已经很久远了 然后所以 其实还有另外就是喜欢烹饪跟说故事 所以其实我主要跟台独的关系 也不是这么密切 但是也很密切 因为像之前 那个2008年左右 那个蔡明峰先生也访问过我 那当时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的台语 就证明我其实也可以用台语讲得很深入 但是因为现在时间关系 我就先暂时用北京话来讲 还是比较快一点 然后针对那个民进党是不是台独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角度可以去看 第一个就是说民进党是这个 一直都不是台独 还是说它现在才不是台独 还是它已经从一个貌似好像要台独 而慢慢渐进的变成一个不是台独的政党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从这个它到底是不是的这个角度 那我们如果依照高一是刚刚最初的定义 就是说这个台独的真正的台独 就是说要对于中华民国 是不是合法拥有所谓的台湾 或者是台鹏 依照台鹏党的说法是台鹏 那就是说也依照二战之后的格局来讲 也是台鹏没有错 但是就是说那个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么真正的台独当然是要建立所谓的 以台鹏为主体的这个所谓的台湾国 或者是台湾共和国这样的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这个新而独立国家的提法 也是这个跟符合1977年那个长老教会的人权宣言 提出来的所谓建立新而独立国家的这个提法 而这个提法呢也符合1991年 就是民进党的这个所谓的台独党纲当中 所说的要建立这个所谓新而独立的台湾共和国 依据什么方法呢 依据就是这个公民投票的方法 也就是说他是要透过公民投票的方法 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而这个公民投票的方法的依据 其实也就是后来的人讨论的 他就依据这个所谓的联合国的这个民族自觉的 这个就是联合国宪战民族自觉的原则 那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公民投票 来建立新而独立国家的这个思想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所谓的在1989年 殉道的郑南荣 他当时是因为公布这个许世凯的 在他的那个时代杂志系列 是公布这个许世凯的台湾新宪法草案 所以其实就是说证明跟制限 这两个最主要的方案跟步骤 来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这也是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会议 他们所就是主张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这样的方法 达到这样的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姑且说 至少在1991年那时候的民进党 应该是一个所谓台独的政党 就是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在1996年 就是当彭明敏教授在第一次总统大选 败选之后 那有些终生代的 包括一些外读会的 像中嘉宾那些人 他们开始就提出了对于这个所谓的 是不是要走这条路 那么有一些相关的讨论 一直到1999年 因为就是一直有人提出质疑 说你如果不是中华民国 你会参加选举啊 什么之类的一些话 那因此就出现了第二个民进党的重要的文件 就是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文 那么台湾前途决议文呢 就没有再提到说 是不是中华民国合法的问题 他就先承认中华民国是目前的状态 是一个合法 所以他才能够参加选举 就说现在就是台湾 他认为就是说台湾的前途 需要2300万人决定 但是他们现在说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 这个架构是那个时候 在前途决议文里面 第一次比较明确的去说出这件事情 所以就说现在这个架构 就是已经是这个 所谓的已经独立的架构 因此后来那些包括从谢长廷开始 然后讲说这个所谓的宪法一中 所谓的这些说法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在讲说已经独立了 我们不需要进一步再去独立 那么他名字就叫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承认 有这样的中华民国体制 我们承认有这样的宪法 我们才能够去参与这个选举 好那没有关系 就说即使是彭明敏教授那个时候 他也参与了选举 那我们并不是说 刚刚那个高医师提到 是不是要用新台币的等等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是台澎党的一种 如果你把它说到一个比较绝对的话 那当然就是某种程度是一种钻牛角尖 这个我也承认 就是说如果你必须要去 在这个体制去参与选举的话 那你就是参与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有一个远景 要有一个目标给大家说 我参与这个选举是要干嘛的 我为什么在这个体制里面参与选举 而我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显然彭教授 就是彭明敏教授 从他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一直到参与选举 一直到2020年的这个 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续篇 在《明报》发表的那篇 直到这个时候为止 就是其实观念上是一致的 就是说他虽然参与过这个选举 或者是说他之后 也在政治评论去评论这些问题 但是目标是没有改变 那这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 是这样 所以你问我说 那时候的民进党是不是台独政党 我觉得可以说是一半一半 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开始去动摇 但是还是有人去坚持 就是说我们不管 陈水扁前总统的任内的功过 或者是说他现在还是不是 有这样的guts 或什么这个另外的问题 但是至少陈水扁前总统 还是说过中华民国是什么挽高 那大家凭着这句话 还是可以说 陈水扁前总统 有想要做这些事情 包括他的一些证明 什么自由广场 然后民主纪念馆 或者是中华台湾邮政 还有很多的证明 就是那时候 至少在朝小野大的脉络下 他是有做 如果我说那时候民进党 是不是台独政党 那我就说 我至少可以讲一半一半 就是有的人 还是觉得他是台独政党 那么姑且可以这么说 但是为什么会 到后来会变成一个 就是刚刚高医师提到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 那个时候1996年开始 有人去提出修改 修正这条道路 以及台湾前途决于 那时候开始 其实就有很多土壤 已经开始变质 甚至有人去回溯到 到民进党成立之初 就有很多所谓的 蒋经国的派的人 去做这些 还有去吵说谁是 是要别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还包括之前赖清德 有相关争论 那这些即使都不提好了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说 民进党的土壤 从那时候就开始改变 你包括像陈明文 像很多人 像是那个 什么黄 现在都不认识的那些人 黄成国啊 什么那些人 那也都是在2000年以后 一直到2008年 蔡英文以后更明显 那些人那时候 就之后才加入的 所以为什么民进党 会不会改变 蔡英文为什么那么容易 改变民进党 是蔡英文本身那么厉害 还是民进党本来 里面内部就 又在改变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大家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所以蔡英文进来之后 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 就是包括 我们不讲蔡英文 前面那8年是怎么样 去包括他在第一次选举 然后又说他 这个一开始说 他不在意民调 不在意输赢 结果后来去怪罪 那个搞民调的人 为什么给他这些数字 那在那个鹰派 就是都有记录 那个我们不先 也不去讨论那么多 但是问题就是说 民进党 是全面执政之后 这8年是在 有增加所谓的 要认同台湾 应该要摆脱 中华民国的这个认同 还是说 要强化台湾这个是 跟中华民国绑在一起的 这个认同 那么很明显嘛 就是说目前为止 大家有看到 像2000到2004年 有几个面向可以看 比如说 你在文化层面 你是看到了更多 跟台湾为主体相关的一些 影视作品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 这个艺术作品也好 还是看了越来越多 像是这个 去推崇那个 像台南办活动 推崇郑成功 还是说去这个 蔡英文去推崇 以卫保台 什么叫以卫保台 就是这个 甲午战争之后 以卫割台 所以才以卫保台 那为什么保台 就是 他跟那个中华的 本位的思考 就还是有关系啊 或者是说 现在大家是怎么样 去看待 蔡英文说 刚刚那个 高医师提到赖清德 说台湾这个是 他说台湾这个 他会保卫台湾 然后台湾在国号里面 这个其实非常的 非常的符合 蔡英文的 所谓的蔡英文的观点 因为蔡英文不是 说过一句名言吗 说中华民国 绝对不会是罪字 所以中华民国 不是罪字的话 那么谁是罪字呢 如果我们说 2002年 那个 陈水扁在护照上面 括号台湾 那算是一个进步 因为至少 台湾被凸显出来 但是现在你如果 台湾还是在括号里面的话 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那是不是 只会变成一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说 那个时候 陈水扁这样讲 但是他还是 没有做到那么完全 那我们可以 推给嘲笑也大 那现在也是 某种程度嘲笑也大 但问题是 前面八年在做什么 如果民进党 全面执政 还是一样 停留在这个地方 甚至是倒退到 就是说 去推崇蒋经国 然后说蒋经国 什么抗中 什么抗中保台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到底是一个进步 还是退步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 蔡英文 2010年 就可以说出说 这个 中华民国 这个是所谓 这个外来政权 或者是说 什么政权 之类的 大家不是 还拿这个来推崇 说蔡英文提出两国论 事实上也不是这样 那现在如果还退回去 那样的话 到底是谁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问题 如果是民进党的问题的话 那请问当时陈水扁 说这样的话 他没有做到 很多人都在批评 那现在赖清德 还不只是没有 他连中华民国 是什么挽高 这种话都也没有讲出来 甚至是 他说把这个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已经退到 他是务实的工作者 那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有多少期待 我一直觉得说 政治人物 其实他是 讲了话之后 到后来 会因为一些形式 必须要去妥协 但是问题是 现在是 他连这样子的话 都没有讲出来 就是这样的意图 都没有的话 那究竟我们是 期待的是什么 或者是说 为什么这样子的 一个情况 还是有很多 所谓的台派 当然 可能我们这边 参加会议的人 是好一些 但是很多台派 为什么还会把蔡英文 当做所谓的自己人 然后更有趣的是 那些所谓的 蓝营的还是统派 故意把蔡英文 推向台独 以至于蔡英文 越来越被台独人 当做自己人 这才好 这才搞笑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赖清德 也说他要延续 蔡英文路线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去 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民进党 现在还是不是 台独政党的这个问题 不只是说民进党 完全参与了 驯化于 这个所谓 中华民国的体制 而且他其实 以这样子为乐 不然的话 为什么就是 在这个所谓的 我记得是2002 2022年的4月8日 4月28日吧 不是在纪念 那个所谓的 旧金山合约吗 然后跟那个 日华合约的签订生效吗 然后那时候 就马英九一直疑说 你民进党不是 在讲台独 什么合法性 然后那个 像是陈医生 还是游锡坤 这些人就开始讲说 这个还有 就民进党的立院党团 全部都在讲说 就说 这个是我们有合法性 因为我们是 已经独立 叫中华民国 那这样的话 你还有什么希望 就是说 这些事实都是摆在这里 就是说 从我还勉强说 它是台独 到一半一半是台独 到现在 它不只是 完全驯化 而且乐在其中 而且完全没有觉得说 我需要去做一些 这个 我需要去做一些改变 或者是 我在这个当中 应该是怎么样 就像之前 高医师我记得也提到 他在说 史明 当然史明后来 就是在挥中华民国旗 这搞笑 但是一开始 他不是说 希望蔡英文去里面 改革这个 就从体制里面 去改体制 结果 我想可能 善意一点解读 就是他看错人 然后后来他觉得 看错人 就一条道走到黑 就中国人的说法 那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 这算是最善意的解读 所以 现在的问题就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我们要怎么 去看待这个政党 以及我们对于这个政党 是什么 期待 而这样子的一条路 除了民进党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是 有很多我们 这个有这样的主张的人 没有去监督 或者是 我们这样的主张人 一直纵容 或者一直觉得说 他只是 没有这个时机 或者是时机不到 或者是环境不对 或者是什么样各种 替他找理 以至于 他觉得你就是很好骗 就是一直 我这样搞就可以 然后一直 养虎为患 一直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那么 以至于就是 现在难以收拾的地步 到底是民进党不能 还是不为呢 这个其实就是 我想 从一个问题就可以知道 不是从2014年318就开始喊 那时候我都参与了 喊说国民党不倒 那个台湾不会好 那是谁不让国民党倒 以至于他可以继续卖这个所谓台独 卖这个芒果干 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现在目前面临到最大的问题 而且不只是芒果干 我要再补充 第二件事情大家都不知道的叫做什么 台湾不是国民 很重要再讲一次 台湾不是国民 我们再讲一次好不好 讲给那些黑熊的那些 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做 那个黑熊的什么军团的那些人 来听啊 来 台湾不是国民 所以呢 这些所谓的民兵 根本就不是真的民兵 他们就只是一种像义和团似的 在保卫什么 保卫中华民国在台湾 OK 所以什么黑熊军团啊 怎么在那边训练民兵啊 怎么在那边拿枪啊 训练啊 那些当兵的那些东西 OK 根本台湾就不是国民 那 独派为什么还要在那边跟着那边起哄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就用最近的一个事件来讲嘛 对不对 2024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一件事情 2月14号的时候 来 这边有什么金门近海快庭翻覆事故 叫做金门214事件 OK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是说什么 一艘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无传名 无注册的快庭 驶入中华民国福建省的金门县 附近的争议水域 Wikipedia他并没有写说 台湾福建省金门县 OK 他们并没有写说台湾共和国福建省金门县 他是说中华民国福建省金门县 所以Wikipedia也不认同 台湾他是一个国民 OK Anyway 这件事我就是要跟大家来做分享 为什么呢 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得到 民进党他头发梦在修 为什么 因为台湾根本就不是国民啊 所以我在这边看这个新闻 我在非常的关心嘛 因为他这边有写说什么呢 市民传言若喊 两人送医不治身亡 OK 因为呢 中华民国的海洋委员会 海巡署第九海巡队去击查 结果呢 巨检他们就逃逸 然后所以因此翻船 然后两船相撞 然后市民传言就落海 那就这样子造成了两起 这一个命案 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 生还者口供 跟这个海巡署的口供不一致 那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就在2月18号发起所谓的常态化执法 我看到了很多人在评论 他们在评论什么 他们在笑赖清德 他们在笑蔡英文 他们在笑民进党政府 OK 你就是不敢讲你是台独 台湾根本就不是国民 在这件事上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民进党他们呢 讲得非常的得体 也非常的含糊 希望两个政府能够好好的冷静的对话 OK 好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台独他们会想要用热脸去贴民进党的冷屁股 然后自以为台湾是一个国民呢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必须要讲 我们都以为说台湾是一个国民 你就自动规划 台湾是一个国 OK 那中国大陆是另外一国 OK 当你讲中国大陆 我想要问你 你讲的是澳洲大陆还是美洲大陆 你讲到大陆 你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中华民国的概念 中华民国的思想 中华民国的文化背景 所出发的一种的意识形态 如果这个是对的的话 那对你而言 你其实自动的把中华民国改名叫做台湾 但你的头脑是这样子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避免掉这些混乱 当我们可以避免掉这种混乱 但我们头脑跟他就很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知道说 台湾其实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现在暂时在上面有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叫做什么 两化民国 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 不管你是要推动在体制内的改革 或是说体制内的革命 或是说在体制外的 体制外就流往海外 然后再去招募这些金钱 然后再弄一个军队 然后再把这个中华民国跟他推翻 这是你要的吗 如果这是你要的 那我恭喜你 你走上正确的台独的道路 那如果你是要走体制内改革的话 你有因为 为了要取得政权 为了要取得权利 然后你就牺牲掉你的理想吗 牺牲掉你的愿景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必须要讲你不是真正的台独 你是一个投机的 把台独当成是务实赚钱 或是务实拿来用来掌控一个土地 用来掌控这个土地的这个工具 这个名号而已 所以如果当你讲说你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请问一下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赖清德 他有任何的愿景 想要去改变这个现况 我看不出来他有任何的这一个观念 他想要去改变这个事实 他想要去改变这个情况 没有啊 我只看到的是一个像小媳妇一样 微微懦弱 然后再呢 都不敢去跟人家讲什么 也不敢去真正推动台独 甚至还反过来打压台独 为什么 因为最近很多的这些新闻都在讲啊 民进党他们其实不要他们的党纲了 连民众党的网站都在嘲笑 民众党的网站 他们有一个网站是说什么呢 他们在说民进党大佬邱毅人说 美国不支持台独 台独不是台湾人自己可以决定的 你跟他认同吗 OK 民众党他们在把这件事拿出来讨论啊 那你如果去看的话 有啊 民进党大佬前点政府国安会秘书长 在2021年的时候呢 他其实接受陈水扁的这一个访问 OK 那陈水扁他自己讲什么呢 民进党的台独党纲的正确说法 是住民自觉的台独党纲 但是务实上要推动的 还是要顾励很多国际环境 一下子能够进两步退一步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 民进党并不是真的有在朝台湾 把它变成是一个国民 或者说至少让住民去自觉 自己来投票来决定说 他是不是一个国民 OK 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向来前进 我没有看到啊 你总不能够说 这条路通往这个地方 结果你通往去的地方 到发现说你是要去B 你本来说这条路是要走A 那大家跟着我一起走 我们可以走这样A 那你走到一半 你发现说你越来越靠近B 那你不是B啊 那你为什么要继续跟着这个人走 那个不是你要走过去的这个道路 因为 我并没有看到赖清德 他要想要把这个国民跟他改换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啦 Charles 34 OK 现在上台 那他上台以后呢 虽然说他最近就被宣布说得了海证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澳洲算是隶属于英国的 但我们是英国的 我们是在大英国鞋里面的 那大英国鞋里面呢 我们的这些硬币这些铜码 我现在开始看到Charles 34的这个换过来 换他的这个铜像 不再是Elizabeth 不再是之前那个女王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这一个他们所承认的这个统治 OK 承认的这个我们是隶属大英国鞋的这件事情 他还是存在着 而且我们是尊重这个英国国王 OK 英国国王 他还是名义上 我们的这个元首 那你可以看得到澳洲 就这件事看得出来说 他还是隶属大英国鞋 那台湾呢 台湾你现在有在朝着台湾 是一个正常国家 把台湾变成是一个国民 这条路在走吗 我并没有看到 我现在看到的是很多 这些民进党 他们就一直往后退 OK 那他们就一直在讲说什么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OK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第一次这么的同意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他所说的 这是在什么时候 2024年2月26号的联合报的一个新闻 他说什么呢 民进党跟共产党交流 朱立伦说什么呢 赖清德 你干脆教你啦 你就干脆先出公开站出来 反对台独啦 OK就直接讲啦 讲说你是说一套做一套啦 是我对朱立伦没有好感 我必须要讲 我对国民党没有好感 一点好感都不会有 可是我必须要讲一句话 朱立伦讲这句话 我还觉得蛮对的 赖清德 你不要变成是什么呢 不要变成是菜归赖水好不好 马鲎菜水我已经都倒不掉了 现在要菜归赖水 现在又变成台独赖体性 对不对 我不知道 袁伦你会怎么看 之前 台湾是国民吗 之前有人评论说 赖清德是赖公共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应该 从公共进阶为送高中 就是因为送高中我们知道赵构 他原来是康王 然后后来就是他原来是这个初始这个金国 当时的金国 然后当时他跟秦怀 他跟秦怀都是慷慨成辞要抗金 那后来是就是一等不住嘛 然后就包括东京变良失守 然后两个徽宗清宗也被掳去了 就是靖康之祸 那么后来他们就就一直难逃 包括金人他们就搜山捡海抓赵构 所以赵构就是在那个逃亡的过程中 被吓得后来没有生育能力 就是包括后来他在逃亡当中 有那个苗流兵变 有人兵变 然后韩世忠把他挡下来 那包括也是韩世忠后来在那个黄天荡 把这个完颜宗碧 就是完颜物竹是他的这个女真名 然后宗碧是汉民 就是把他挡在那里 48天 后来因为完颜宗碧 他这个悬赏一些人 去挖开另外一条河道 然后才逃出去 所以那一仗韩世忠后来是被倒打一把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 他打破了金人不可战胜的这个神话 但是为什么后来 比韩世忠战功更好的岳飞会被杀 当然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是关于勤快跟宋高宗谁要负主要责任的讨论 那我们现在没有要讲太多中国历史 就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有趣的是在宋高宗造构 后来的心态确实是产生了变化 所以包括即使是岳飞是被勤快主要杀的 即使是这样的 我不说假设就说宋高宗有参与 但是问题是他宋高宗的造书 有人去研究 他的造书主要是来说明说是岳云 就是岳飞的儿子还有他旁边的将领怎么样被处死 但是在造书发出去的同一天 其实岳飞已经在狱中被害了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他的时间线是这样 所以意思就是说宋高宗也是默许 而且他后来也没有要替岳飞平反 一直到他的继承者就是他的后来被过继的来继承的那个宋孝宗的时候才平反那个岳飞 所以意思就是说宋高宗被吓得没有那个生育能力 那其实就跟公共其实是有一点点区别不是那么大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不是说我要反攻大陆或者是什么去类比他们去抗金或什么 但是问题是说偏安的这个想法以至于为什么他要杀岳飞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不是有人说那个完颜中壁的他议和的这个条件就是要杀岳飞 这是勤快的角度 但是宋高宗的角度是说如果有人会给他一个风险 就是说他会没有办法偏安 他没有办法去掌握他现有的这个权利跟现有的这个 他的这个班底也可以去吹捧他 以至于他在这个在这个权位上 以及以及这个权位跟权势所带来的这些享乐的基础上 或者是可以不用再去被人家搜餐检海抓的这个基础上去这个去享受的话 那谁不要这样的享受 就是说人性的弱点 你有权利然后你又安逸你就自然会去享受 所以我不太知道赖清德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我知道的确定的是说赖清德显然在这个2019年决定要当副手之后 那么他其实是可以说不清楚他原来就有这样 还是说他其实在这几年是被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以至于他现在觉得我只要说我是务实的工作者 然后台独不台独的 我就按照蔡英文的说法就说现在是这个已经独立 然后我不用再另外去改国名 或者是说他讲的也是这个 也是说希望习近平啊 考虑天下苍生啊 甚至之前不是有说他希望最希望跟习近平跟哪个政治人物共进晚餐 也是习近平嘛 说希望能够跟他那个共进晚餐 然后劝他不要不要那么辛苦啊 对不对 你看很体贴要替别人要替别人着想 就很像那个很像那个赵购他跟金人的议和的书 就是已经议和到处他宁可称臣这样的一个一个地步啊 对不对 他跟习近平讲话就有点像这样 就说希望你们考虑天下苍生啊 很像是要下跪了一样 所以你说他这样子能够怎么办呢 就说所以这个就是到底台湾是不是国民这件事情 就按照赖清德现在的说法显然是不是嘛 对不对 蔡英文的说法也不是国民 实际上也不是啊 那不是的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就是他们现在告诉你不是 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把它变成是的意图啊 就是说我之前讲陈水扁那时候还是有意图 他至少说出中华民国是什么挽高嘛 然后从小地方开始证明 你可以看得出 不管他当时心态是怎么样 但是至少好像有那么样的在座的一个迹象 对不对 即使他后来到2021年的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访问 也是就说回去 但是没人家早期有这个迹象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能看得到赖清德也好 还是民进党也好 有这个迹象吗 显然是看不到有这个迹象嘛 所以他们才会去一直围绕在 到底他们中华民国是不是合法 他一直在跟其实国民党在争中华民国的合法权 然后中华民国就是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争那个中国的合法权 那所以说其实就是 你就知道说到底是能不能争得过 你即使是在怎么样去讲这个你不是台独或什么的 那关键时刻人家会把你推到台独还是推到所谓的 他是代表中华民国 就很明显就可以思考到 就像国际上会认为你是代表中国 还是不是代表是代表台湾 那就很明显的 就如果你说台美关系很好的话 那请问台就是有要建立正常的邦交吗 你如果不是台湾 你有办法建立正常的邦交吗 就是说包括美国包括欧洲或者包括任何地方 说要替台湾在什么WHO啊什么地建 那台湾自己有要地建吗 我没有目前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任何讯息 也没有这样子任何一个记录说自己说有要地建 或者是说其他的人可以帮得了你说我可以帮你地建 或者是我可以实际上去跟你邦交 因为你不可能啊 你没有发出一个声音说你要把国民改掉 或者是你现在这个不是你的国民 那么现在这就不是啊 现在这个人公认的都都说不是了 国际的人说不是 然后你的统治者也说不是 那统治者说不是还不算 他说不是而且他觉得不是这样很好 他觉得中华民国不是罪字非常的好 中华台北没有矮话非常的好 那你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他是你自己人 还是你觉得说应该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件事情 如果是国民党说或是民众党说 或者是其他的统派的人说 你还可以说这是他的信仰 而且他们真的是这样信仰 如果之前无论是反共大陆也好 还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好 这个至少至少都是人家的信仰 他朝着这个目标在做嘛 你可以说这些人很诚恳 包括马英九去中国讲中华民国宪法 那他很诚恳 对不对 他在中国说他当台湾总统 他是台独教父 对不对 然后说中华民国宪法 这都他很诚恳 但是现在问题是 这些所谓的民进党的在位的人 或者是有头有脸的人 或者是像邱一人这样的人 那你不只是说 这个台独很多困难 学国民党吓大家 而且你还骗大家说 现在大家讲的台湾就是指台湾 那你这个等于是对外骗 这个骗国际 对外你说你是要抗中保台 对内骗民众 说你这个是代表台湾 事实上你不是台湾 你是还是中华民国 那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比那个国民党的还要更加的 因为你是等于用欺骗的方式 就是说你明明还没有做台独 然后你说你是务实工作者 然后你明明还是一个中华民国 然后你说你是代表台湾 那我觉得这个就跟那个论文们 到底有没有论文一样 是一个真假的问题 如果随便的人都觉得说 说假话或者是说一个 大家暂时而言听起来很舒服的话 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往前进 什么都没有做 包括他们 我刚刚说的 他们自己引以为好的 所谓台美关系 或者是台湾的国际上的能见度 事实上都还是建构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基础上 在国际上的能见度的话 那我就其实不太清楚说 到底之后要怎么继续走下去 或者是到底之后 就是台湾会变成台湾吗 还是说这个台独人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 现在被我们选出来夹 就是在放在那边代表说台独 然后还被其他的另外的阵营笑说 你到底有没有要搞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就是还蛮悲剧的 但是悲剧其实也是有点闹剧的成分在里面 对啊 没有错啊 而且呢 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大家可能都不会注意到的 关于台独你不会知道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 那就是台独根本没有所谓的大佬 OK 老大或是大佬 我再讲一次 台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佬 为什么这么说 很简单呢 2024年1月25号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它是说什么呢 慢走不送 这是台湾许多网民在上周台湾大选落幕后不到48个小时 太平洋岛国落入 然后OK就宣布与台北再次断交以后的这个反应 然后台湾的外交部就来批评说北京打压台湾 许多台湾舆论者表示说不在意这些小国从台湾的往来如何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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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在这边BBC他整理了一个表格 我发现非常的有趣 他说什么呢 李登辉2000年的时候 OK 台湾邦交国应该证明一下 这个应该叫做中华民国的邦交国逐渐减少 李登辉在2000年的时候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是29国 陈水扁2008年的时候23国 马英九2016年的时候22国 蔡英文12国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趋势 越来越少 那大家有没有再注意到一个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就是从2000年到2019年的时候 他的国力开始变强 OK 冲上来成为世界前几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体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所以台湾的邦交国 不能说台湾 sorry 中华民国的邦交国越来越少 可见外交是看实力的 外交是看国力的 那你中华民国 自己民主民不正言不顺 那你这样子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国际上走出自己的一道路 那为什么不考虑一下 OK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说把这个名字跟他改掉 改成台湾共和国 所以你看现在台独有大佬在推吗 根本都没有 正名字线 除了我们这些大佬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人在推吗 没有 那我们在推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推顶的方法 我们有没有真的去这样子推 还是说我们都是遵照着这种 吴宽敏的这样子一种的划大顶的模式 我很不客气的讲 吴宽敏被称为是台独大佬 但是其实他却是画大饼 为什么画大饼 你写一个字宪法在那边 人家不用 没有用啦 OK 你写一个宪法在那边 然后再跟大家讨论说 这个饼有多大多大多大 但是你并没有去推 你没有去叫这些当选者 或者说这些民进党来推 民进党根本也不会当成一回事啊 所以你会看到说 台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佬 这是事实啊 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 而且台湾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啊 台湾不是一个国民的人 OK 台独并没有大佬 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当我们继续去看 我真的是替顾宽敏大佬 感觉非常的可惜 他在2023年2月27号的时候辞世 OK 虽然说是人称台独教父 可是我真的发现说 他到最后没有再涉足政治 也没有特定的事业 OK 虽然说他曾经支持彭明明 来参选这个总统 然后想要借着体制内来去跟他改革 但是到最后 你看他认为说蔡英文也可以当国母 可是蔡英文真的有去当国母吗 没有 所托非人啊 所以台独如果真的要有大佬的话 请大佬能够清楚的把这些愿景 带给这些想要去追求权力的人 让他们真的知道说 他们要追求的事业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方向是什么 那如果他们不是要走上这条道路的话 请不要并且放弃他们 再去找一个新的 OK 或者是说再去找一个更有魅力的 陈水扁他试过了 但是他说什么 台独办不到就是办不到 OK 蔡英文呢 根本就没有讲过说他要台独 一辈子都没有讲过 而且更好笑的 我发现什么 市民非常的支持他 你去看市民的这个YTPD 台独大佬 那你看他怎么样 感谢市民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蔡英文说什么呢 他绝对会坚持台湾的民主 台湾地区上面的中华民国的民主 我帮他把话讲清楚 你要跟市民歐基上再走一段台灣路 請問一下 在台灣上面走路很簡單 那我也會啊 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也在台灣上面走路啊 OK 那所以你講的這麼的激情 這麼的文青 他有什麼屁用 一點屁用都沒有好嗎 我直接講屁用都沒有 OK 這只是在消費市民啦 那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市民 他好像也是蠻自得其樂的 OK 那這樣子的人 真的可以被稱為是台獨大喇嗎 所以我其實蠻同意 在2019年10月16號 田連峰先生 田連峰前輩 他說寫了一篇文章 他寫的這篇文章是寫到哪裡 寫到新新聞 觀點投書 對市民頒發中華民國的包揚令 是包揚還是羞辱 他就講得非常的清楚啊 人格是人的第二生命 也經過人格重於生命 每個人的生命 人壽有時而盡 但是人格者的人格 歷久民心 一生以消滅中華民國為職制 奉獻一生給台灣的 台灣民族主義者 史名歐吉薩 OK 或是 卻被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頒售中華民國的包揚令 從這件事來看 你真的認為台灣 台獨真的有這一種大佬嗎 真的台灣已經是獨立了嗎 絕對沒有 所以蔡英文他頒這個包揚令 然後在那邊講得非常的好聽說 什麼要死民的丁竹走下去 很好啊 請問一下 你快要下台了 那台灣獨立了嗎 台灣獨立了嗎 沒有 沒有啊 他死民的丁靈勇敢的走下去 走怎麼樣 走進去土城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要走到哪裡去 他走到哪裡去 所以台獨 所謂的台獨大佬 其實都是被人家消費的啦 這是我的看法 還有我的這個觀點啦 或許會非常的偏激啦 但是雲倫你怎麼看 說到史明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個人 就是 蔡丁貴教授 因為 蔡丁貴教授就是 之前在這裡演講的時候 把這個彭明敏歸為所謂的華獨 然後 他不只在這裡也這樣講 他的臉書也這樣子寫 然後 史明就是被歸類為台獨 因為史明主要主張革命 他以前搞過幾次那樣 什麼 這個炸鐵路啊 還是相關的一些革命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 比較有趣的是 史明身邊的人 好像一個一個都 都換掉 都不是被抓走 不然就是 他到後來其實也沒有 什麼這方面的人 可以去幫他做這些行動 加上其實他後來 其實還蠻 舉的這個 所謂中華民國國企 還 自己的臉書到最後 也還是在講 蔡英文代表台灣後來 怎麼四百年來的希望啊 這個都 還是有文字可考的 就是 所以 就是說 如果 一個追求 所謂台獨的史明 到最後是 如此的認同 蔡英文 你至於說 他不在意 他的這個晚節不保 或者是他其實也不是 這麼清楚 他是不是晚節不保 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那就不太清楚 把他跟彭明敏 用這種分類去分割的話 有沒有太大的意義 就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然後另外就是 之前我記得在一個 LINE的對話 就是在另外一個群組 然後 也是高醫師提到說 因為彭明敏在最後的那個 給那個 台灣的備忘錄 那麼他秩序 秩序裡面 就是有提到說 無論怎麼樣 那現在台灣 中國一邊一國 就是 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件事情已經是成立了 就是說 這是在重複他的 自救運動宣言的開頭 所以 這個話 我的解讀 或者是我們的解讀 是覺得說 還蠻悲涼的 因為 彭教授 是還蠻有智慧的 去說出這句話 這句話 某種程度是宣告 就是 目前 就是已經是這樣 就停滯了 那停滯是 一件 可喜的事 還是可悲的事呢 就是彭教授的這個 覺得他很榮耀 還是他很遺憾 這是我覺得 可以去好好思考的 一個問題 那說回來就是 為什麼會沒有 為什麼現在我們會面臨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到底誰是大佬 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最關鍵還是回到說 是不是 有 莫忘初衷 是不是能夠做到 莫忘初衷 那初衷是什麼 就我之前一直強調 任何事情都有他在 哲學上的意涵 尤其是 台獨這個概念 如果我們把它提升到 哲學的高度 高度的話 那其實 我們不去談所謂的 所謂的宇宙論 本體論 形象學 這些問題 但是至少 它是人去構成台獨 人要去發動台獨 人要去主張 人去主張 然後人去行動 人去完成那個目標 有人的地方 就沒有辦法去缺乏 倫理學的概念 所以一旦提到倫理學的話 那我們就要去考慮 到底是什麼樣的倫理學 是一個好的倫理 那我們都知道誠實 應該是比不誠實 還要在大部分 絕大多數的情況之下是好的 我們不去談什麼 善意的謊言之類的問題 但是誠實大部分來講 是比不誠實好 這個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就在講說 台獨為什麼是要追求 除了說 我們不想要隸屬於中華民國 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些所謂的標籤 或者所謂的威脅 或者是國際上的地位的問題 但是至少 我們去問的是說 到底中華民國 有沒有法理上擁有台灣 或者是應不應該擁有台灣 這個問題 是屬於是或者是不是的問題 我們要去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時 如果說去主張台獨的人 那麼他發現說 在上面的位置上的人 有不誠實的情形的話 那就跟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是同等的地位 就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一個人 例如說他在學術領域 或者是他在各個不同的領域 有不誠實的情形 那我們怎麼去相信 不管他說出來的是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國 還是什麼國的主張 是可以相信的 我們怎麼樣去相信 他說的他要抗中保台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話 是可以相信的 就是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 郭寬敏說要找國母 因為他只要能夠同意他的制限 就是國母 這句話我覺得是不對的層面 不只是蔡英文 根本就不會鳥他這個層面而已 而是說 即使蔡英文真的會鳥他 但是蔡英文能夠有這個代表性嗎 或者蔡英文鳥他代表 假如他真的鳥了代表什麼嗎 這個我覺得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大家不是這麼看重 或者是說覺得好像賴清德出來 他就可以不處理 因為這個論文門 或者是因為其他的問題 或者是像是之前 陳建仁關於高端 是不是做了假見證的問題 就是說這些問題 如果大家不去做深入追究 那麼這些人他們就會覺得說 OK我講什麼 我主張什麼 反正我只要能夠投其所好 我只要在孤寬敏生病的時候 去握住他的手20分鐘 然後你們就都會 你會胡扶在我的腳下 或者是我就可以騎到你們頭上去的話 那顯然是不可能去造成我們要的目標 因為我們不會去監督 或者是我們不會去徹底唾棄一些 其實應該是該唾棄的人 或者是這個人所代表的該唾棄的價值 而這個價值不只是跟台獨背道而馳 也是跟做人的基本價值背道而馳 所以如果說這個像劉博士提到民族主義的其中影像 就是要科學理性 然後現代 而且要符合普世價值的這些思想 那如果說你這個基本的都沒有 然後你就放任你的主張 你代表你主張的人隨便主張 或者是說放任他隨便做一些行為 說一些話 然後你也覺得沒有什麼問題不嚴重 或者是說到了某一個選舉的狀況 他就變成不嚴重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永遠我們都在找錯的人 因為你都覺得說他做的只是不拘小節 或者是他只是大德不欲拘小德出入可也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就是沒有希望 因為就是那個 大家都覺得我小時候 我這個因二小而為之嘛 然後是喊陶斑部 喊陶堪伴就沒關係 我陶堪伴你就覺得說 我如果是主張台獨 還是假說我是主張台獨就沒關係 這樣我就不知道是怎麼可以台灣 可以獨立還是可以建立一個 真的是正常 真的是給人尊重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想現在沒有 所謂的沒有大佬是因為 有時候我們在這些問題上 沒有思考到根源 或是沒有思考到到底初衷是什麼 或者是我們應該怎麼去檢視 我們所覺得可以代表的人 因此才會一直陷入在這個輪迴 就是一直找一些人 然後一直找一些錯誤的人 這個其實是人性的弱點了 包括有些像是論文門 追查論文門的大咖 他們也經常找一些投機分子 去代言論文門的事情 這個也是有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我們一定要很小心 到底人性的弱點是一樣的 而我們怎麼樣去莫忘初衷 而現在到底我們有沒有忘初衷呢 這個我想給大家一個大哉問吧 嗯說得很好啊 所以在這邊做一個結論啊 跟大家分享一個 這個民調的趨勢啊 OK 你去wikipedia在那邊找台灣獨立運動 2020年的時候 政治大學的民調中心調查 台灣民眾統獨的立場趨勢來分佈 你知道在這邊怎麼樣嗎 盡快獨立佔7.4% 偏向獨立佔27.7% 永遠維持現狀佔23.6% 維持現狀在決定的比例下降到28.7% 那這表示什麼呢 維持現狀偏向獨立 都是佔大部分的人 2021年的時候聯合報的這個 兩岸關係的這個大調查也是民調 他就說什麼 盡快獨立佔18% 維持現狀佔獨立佔16% 永遠維持現狀佔51% 維持現狀佔51% 維持現狀佔6% 所以從這個民調我想要強調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台灣很多人是希望中華民國在台灣 就是這樣子 所以蔡英文才有辦法當選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賴清德他沒有辦法直接去說我要走向台獨 這些都可以理解 因為大部分的人認為所謂的獨立 他們已經沉浮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之下 那沒關係 台灣如果大部分的人是這樣子同意的話 你沒有辦法 因為民主本來就是要數人頭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要去思考 你台獨的定義是什麼 真的有台獨嗎 要好好想一想 你要推動的是什麼 自新憲 要把憲法裡面修改 要在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嗎 還是說你要一個新的憲法 這些是大家都要去思考 同時也要用自己的選票 來給這個民進黨 就是只想要來選舉的這個民進黨 給他們壓力 好了 這個你要想嗎 最後想要補充的嗎 我最後補充一兩句 就是說剛剛Lawrence講到說民意的問題 那確實民意是一個我們要參考的基礎 但是當然現在就是說 有些人他們覺得過去沒有那麼多批評蔡英文 或者民進黨 是因為他們覺得宣傳台獨這件事情更重要 因為民意就不站在他們那邊嘛 那這個我想可能有一半同意 有一半也相當不同意 因為如果你要宣傳一個理念 讓大家相信你 那你自然而然就是 你自己也要相信你自己所說的 或者是要一致 就是說如果你所選出來 你認為的代表是沒有這樣做的話 那你是應該是覺得說 是民意所以要理解它 然後理解它放縱它 還是說你也是很勇於 就是應該我們要大膽說 它不是 然後以至於我們能夠真正 堅定的宣傳我們的理念 如果是我們很堅定 而很誠懇的話 那民意並不是一個完全不能改變 但如果說我們自己就覺得說 這樣子沒有關係 或是我們覺得因為民意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覺得他們這樣做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會得到另外一種結果 所以應該還是就是說 民意要參考 但是事在人為以及人為的方法 那麼以及人為最初的思想根源是什麼 這件事情是相當重要的 好說得很好啊 所以千萬人無往雨我也同意啊 所以我們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我們今天所講的這些問題 就是大家都已經是忽略掉的 那你所支持的台獨 到底是不是真的台獨嗎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囉 拜拜 謝謝雲倫跟那個 羅倫斯 兩位從海外 從澳洲 從德國 來跟我們說了很多有關台獨的定義 我們都知道 中共說 除非你是認同我中國 屬於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不然你們都是台獨 所以台獨呢 我不知道每一個人的台獨成分多少 你統促黨是不是也是台獨 還是這個新黨 還是什麼黨 每一個人的台獨成分多少 因為中共說 對的是你是我的人 不然你不是 你都是台獨 所以我想這個台獨是一個 index 你可以請兩位 或是請大家一起來定義說 台獨要有什麼因素 幾個要點 要點 然後得到你的index 我不知道 我想民進黨的這個台獨 幾分應該比國民黨好一點吧 應該比新黨好一點吧 那如果以台獨大佬呢 哇 我不知道我們今天在這裡的人呢 你的台獨 積分有沒有合格 有沒有70分以上 還是60分以上 Douglas 你是會長 你是不是相關 也該說了 所以台獨呢 我想呢 是一個說 可以來檢驗說 蔡英文的台獨 積分呢 應該平台積就比較少啦 但是呢 台獨這個index這個指標 有代表 真理是什麼樣 有什麼特別的最大意義沒有 沒有 我是知道 現在 法理方面呢 台灣是什麼地位 舊基山合約是什麼樣子 還有現在是 台灣關係法是什麼樣子 那個 開樓先言是什麼樣子 大家都很清楚啦 沈建德博士啊 跟我們說很多次了啦 所以 我們想呢 台獨呢 因為有人把台獨去讀 讀的讀 讀的讀 所以 現在呢 我也不愛說台獨 說國家正常化 所以國家正常化是一個 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的 我想今天呢 我們下半段呢 剛才 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有兩位指導的人呢 交錯來討論台獨 我想如果 賽下來的時候 除了大家評論以外 我們來想想看 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國家正常化 國家正常化是 從哪個地方 從那個改名字 從中華郵政 中華航空 還是從哪一個階段 那 戴欣德你要鼓勵 要激勵到什麼程度 所以 現在呢 我想照 以前的慣例呢 Douglas 你是想查一下嘛 所以你想他講啦 OK 好 謝謝 我很同意 從聖經講的 說台灣 台灣獨立 現在說 台灣國家正常化也是非常好 今天就是 兩位 一個是 在 澳洲的 羅倫斯 一個是 在 在德國的 雲倫 修宣 要攻擊雲倫 最近 拿著 報索 是稍等等的報索 他正常 的報索 台灣拿著 一個 德國拿著 一個 跟我們台灣說 那個 蔡英文 那個不一樣 1.5 根本沒有 不是一回事 今天 他說這個 什麼叫台獨 我們不知道 三星事情 我也很正統 很支持 他說 民進黨 不是台獨 這些台灣人 台灣不是國民 台獨 沒有到 我們都知道說 那個 六千塊 在選舉之前說 哦 我是務實的 台獨工作 做 大家就聽得很爽 哦 他現在選定 他在做台獨 工作 不過 他現在還沒 還沒中任 我是說 給他三個月 給我六個月 時間 哎 我們再來 看說 他在做 不過我在想 這個 也可能會漏空 也不大可能 不過 我的 看法就是 第一點 就是說 你 你要做總統 啊 你現在 會 最重要的 一個人 工作 要選 三人做行政議長 立法議長 已經有 從頭做起來了 啊 你來行政議長 你還沒選 你有十多 的管理 可以選 你 要的人做行政議長 我們來看 說 他在選三人做行政議長 我如果是六千議長 啊 說 就是要台獨 要國家正常化 啊 我六千議長 我會選 郭伯伯做行政議長 啊 如果選百人 我都沒想 他說 他要支持台獨 這個國家正常化 我們在看 這次的立法委員的選議 所有的 選議人 不然你說 台灣 正名 自憲 獨立啊 這些事情 都不能說 郭伯鵬 你講 郭伯鵬 你講 台灣也很大的信心 哦 要讓他調 他如果在調 這個 很有機會 做台灣的獨立 這名字 什麼 台灣國家正常化的 結果呢 他就要出來選 就是 所有的民間黨的家 就 一致的矛頭指向他 他的曝光力最大 大家都指向他 想進 故事 各種方法 跟他打壓 啊 那陣子 是 民進黨的 董主席 他應該 給他 算 他說 他說 台獨 工作者 應該有 心胸 說 郭伯鵬出來選 結果沒有 他又找一個 黃姐出來選 啊 黃姐出來選 沒有 我知道 因為我也有 郭伯鵬 他說 他說 太老做應該很清楚 他是用故事 過程方法 來圍堵他 來抹黑他 這 這 這表示說 這賴青島 我在想 他如果 他如果要說 他要做 台獨工作 做 還是實現台獨理想 他很痛 除非 除非 除非有一項 我建議 他說 他如果那個心胸 他說 請郭伯鵬做行政 我就相信 他說 他要做台獨 他要做 他要做 他說 他說 他不大可 你想想 很多事情很好做 你現在也是要過 國民民國幾年幾年 你要不要說 十年 你現在 像 外面 感受 最深 就是 喬委會 喬委會 沒有人 放一個國家 問什麼 小委 我都會報你外交部 這是外交的事情 你怎麼 不要問他 放他 放他外交部去 還是用 還是 你想說 現在最近 一天 人都招了 人家 在哪 人家 從哪 很多人 所以我再次強調 你說 你如果有心 對 到那去 就是孫州總統 美国施行台独 主委准尊,不过美国施行政 国家都不相信 我的评论就是这样,谢谢 谢谢Douglas 英伦教那个Lawrence 如果我建议说 以台独主事来评分 你评分Douglas 差不多几点 我们如果把中国共产 把那个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30点,民进党50点 Douglas有过60点 或是差不多几点 如果讲完了以后,你可以index一下子 当然呢,如果说得比较勇敢 见解比较好,他的指示应该比较高 虽然我们说几点是几点 但是总是有的人标准比较高 比较低,比较弱 所以你可能想法Douglas 应该几点 现在来呢 我们请CP 你还要先说 还是要单CP 我只是要确认一下 是那个研究所考试 还是大学考试的标准 我们刚才说一个index 台独index是几点 因为18点到0点 0点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 0点 但是对他的标准来说 大概是没一个是0点 大家都有多少成分的台独 台独70点到60点 对一个比较厉害 对一个比较好 所以 这个议题 随时你就可以评分每一个人的台独指示 不然我们先听CP再继续说 你看你的意见 OK 这些 听到Lawrence和郁伦 对台独的看法 和境界 听到感觉 现在实在是很痛心 因为这个东西 说了很多年 这些都是在原地 在他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澳洲所有在独立的国家 都独立了 只剩下台湾 这是郁优伟老师 在校园会说的 那时候我去参加 他的校园会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们说 但是 只说不好 你才有Action 你没有Action 你再说到100年 也是在这里原地 你踏步 说当然 比较好说 你是想要去实际 是很困难 这是属性 但是我 本身因为 台湾尊重 一直比较中华民国 这四年 台湾永远 没有出逃亭的事情 你相信 不要相信 我跟你打赌 再100年后 我们再来看 事实是如何 这些是很困难 因为在 加拿大那些 做台湾的事情 除了 就跟 社医局说 你对 中华民国 跟台湾 你就 有 感觉 随 成立 你的国家 存在 更利用 台湾的主体 存在 但是 那些东西 也受到 尤其是 中华社的 那些 关系 更严格 做 现在 就是说 说 一个来说 台湾人 本身 你只用 两个名 因 我没有 怕 国际社会 做事 你像我最近 今天 你看到 台湾的 那些 女子 和 老公 近的那些 拔河赛 在水灯 在古兴 中华 台北 和 川 在西方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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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冠 冠冠 不是 台湾 冠冠冠 是 中华 台北 冠冠冠 这个也是 国家 哪有 有 台湾 没有 你在 国际比赛 用 中华 台北 这是什么意思 台湾 有两个名 Passport 有中华 台湾 人 就像一个名 都没有两个名 我想 Doklas 他也是 一个名 他哪有两个名 所以 这个问题 说起来 很简单 但是 很简单 但是 台湾最少 就是 台湾 希望 以后 有出一个真 有 感激的 领土 我 这是 我的看法 不 台湾 是 没有 英文 无法 出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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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下面 先 大开评论 有什么 feedback 好像 高医师已经走了 然后 对 我想 可能 目前为止 是没有 没有解 因为 就是 好像 除非就是 支持台独的人 他们愿意去好好的去监督 或者是 在适当的时刻 甚至是 可以唾弃那些 即使像是主持人讲的 就是说 台独的积分 可能 比零分高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还是 不及格 或者是说 他从原来的及格 变成不及格 而且他乐在其中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 这样的人 是让他重考 还是说 让他其实 已经给他那么多次机会重考 然后结果还是 不及格 那我们是要 把它当掉 还是怎么样 那如果说 我们有这样的勇气 这样做的话 可能就是 会比较有希望 那如果说我们觉得 他至少不是零分 然后就 把它一直 就是留下来 然后他也没有很认真要重考 或是很认真要进步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要想别的处理方式 这是 我如果针对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这样说 因为 主办单位不知道 就整天 你都要用 用 不可以用台湾的名字 是不是 那不就不可以参加 是不是这个问题 至少呢 也都要跟人家说 主办单位 你怎么不可以用台湾 制造一点 全世界 大家都要知道 不过 CP 就是你的留言 我想说 你的台独指示 教Doclas 没输 那都不错 再来 现在按照时间的先后 可能 曾苗红博士 你先前一回 所以 你有留言 就没有 有什么台独的意思 曾苗红博士 你跟他说一些你的意见 是他还没准备好识的一些 范博士 杰西 你跟他先 comment一下子 好 大家好 我首先 恭喜远伦 你的博士 那个 学位 正式 不是像TIW 我非常恭喜 好 那 我今天又对您 您说 那三个要点 民进党 以现在来看 本来都不是台独党 以现在来看 当初成立的时候 是不是有 我觉得 应该是不 但是 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 一个组织 越走越偏了 所以以现在来讲 我非常同意你讲 根本不是嘛 那台湾是不是country no 台湾如果是country的话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申请联合国NGO的时候 我用台湾就被拒绝啊 但是我还是不是用台湾啊 ok 那最后台独有没有大佬 这个 这个我觉得看定义啦 这个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在历史上 这个是很明确的 那来说 我们郭贝宏 他一辈子坚持台独 但是他今天选举 被那个 在台上笑一笑 他就输了 所以 这个是不是说 有没有大佬 看我们到底要不要把这个大佬拱出来 我是觉得这样 我今天非常敬佩我们的郭贝宏 他从头到尾 他就坚持台湾独立 但是 我们 是不是 应该继续来支持 或是甚至组织一个 我们台湾正名制限 是不是 要把这种人 把他继续的支持 我感觉有一天 这到tipping point 说不定一转向一成功 他就是台独大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 那 我是 对 当然现在台湾的现状来讲 实际上我们 说失望 可是我们能放弃吗 不行的 我 最近在思考有一个问题 就是 旧金山合约的时候 说台湾是 前途 台湾的前途 我特别强调 台湾前途 有台湾人民决定 那台湾人民决定呢 我事实上最近又 又探到一些 那个David Cho 他讲是FOMOSA 也就变成美国的一州 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option 当然是一个option啊 是不是 就是说如果今天台独的路线 那么难走 是不是有考量另外一个option 台湾的未来全途 台湾的未来全途 二十年后三十年后 像Porto Rico 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想法 我在这边只是提出来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样讲 一定要讲 所以 刚才讲说 我 我刚才有 有那个签讯一下 说人是不是可以两个名 台湾是不是可以两个名 各位都知道啦 翁达瑞是不是两个名字 也许会被人唾弃的 我们不能这样做啦 好 啊 啊 啊 那个 最主要说 我们今天台独大佬 或是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的vision 是在哪里 一定是希望台湾二三十年后 台湾的前途比现在更好 我们的next generation 这是我一直坚持的理念 我一直坚持 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 这样子再谈 可是 那个远能讲的也没错 只有谈 空谈 Nothing 那CP讲的 Action What's the action we have to do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我们要思考 要怎样 来把我们的理念 至少推销给 next generation 推销给台湾的 那个些华独的人 让他们知道 华独中华民国 在一定没有前途的 所以 一定要有一个台湾独立的名字 刚才讲加拿大只要是台湾独立 他马上就跟我们建交 所以那个调查 由李登辉29 到陈水平23 到那个马英九22 到蔡 不要谈了 这个只是一个 我感觉 只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指标 可是事实上 是不是真正很重要 我们讲 以色列 以色列 他也很巧的国家 他只要有实力 他中东 他照样是 你不管怎么样 他照样打 像哈马斯 他照样打 是不是 我们只要说台湾能够强壮 只要台湾能够有实力 我们曾博士讲C4ISR 我们的能力 事实上也是有 不要让他们的中共定义我们 要我们自己路 要怎么走 我希望我们自己走 好 那我最后一句话 台独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把台湾的未来前途 建立在我们这一带 至少我们希望能够更坚强 更往前走 谢谢 恭喜我们的远伦 还有Lawrence 你们讲的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好 谢谢 祝大家 荣年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远伦 你敢不敢说 还是敢做一次 我只是回应一下下 就是刚刚其实 那个高医师讲的那个邦交国的问题 其实一直都是 我觉得问题是大家在在吵的 或者是在裁面上的政治人物 他们好像不愿意面对一个真相 就是他们一直在做同一件事 就是花人民的钱 去让人家承认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 那如果是这样的方针 没有改变 应该减少方交国的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可能性 所以刚刚我们才会提到说 那如果以其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应该给台湾一个机会 但是政治人物好像 无论是谁都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是很可怕 或者是很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 对 对 对 曾博士你觉得好吗 要你 1 2 3 8 8 马力楼 现在给你comment 你的台课成文应该比较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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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不听到那个 羅倫斯跟阿倫 出来 丁民说话 很后来 他们 都要堅持自己的 那 台读 的意识 不过我是在说 对这个问题 你可能要 要 要 看这些问题 对台湾 动力的问题 要有一个 结明文章的观点去看 啊 在结明文章的观点里面 啊 第一 你要很注意去 区分 哦 就是说 你的精力 你要知道说 什么 你 在结明文章里面 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哦 什么是台读 啊 台读 啊 台读 你今天在说的 台读 现在去让人 黑白外刺 黑白外刺 是 那个 这些 罗山减 不错 思想不错 但是 这些 对台读 有认识的人 并没有去外刺 我没有相信 说 台湾独立 这个思想 OK 有很多人去外刺 这点 我没有相信 所以说 原来对台湾独立 台湾独立 是什么 很清楚嘛 就是台湾人 要建立一个 在台湾 建立一个 真正熟 我们台湾人 自己的国家嘛 这就是台独立的意思 OK 啊 由于这个意思之下 如果从现实来说 我们在看的 这个中华民国 这是一个外来 一个集团 如果是要建立我们 台湾的土地 建立我们台湾人的殊散 OK 啊 用一个民族 阿伯的帖子 把我们 帮助我们台湾人 这是一个 应该是 很清楚的 的认识 我相信 大部分 对台湾独立 有认识的人 都知道这是定义 啊 现在来的就是说 知道这个 是你的目标 那现在刷下去 就是说 你在一个 这个运动里面 啊 到底是就要怎么去 完成 要怎么计划 那个目标 你夾名运动里面 有一种 就是说 他当然 台湾是一个 三团改端 啊 很可惜啦 就是说 理论上 台湾独立的 组织 应该是 正一种 力量 就开始存在嘛 所以就是说 一个夾名组织 本身是应该存在 他要在地区大 啊 啊 但是 显然在这个 柜庭里面 整个 整个的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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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 民进党里面 民进党 整个 走歪去 OK 这是今天 我们不幸 就是说 在我们的民族 运动里面 他怕不到 下去 啊 怕不到 下去 啊 如果想到 台独联明 本身 如果想到 走不走 下去 就是说 他并不 很清楚 做 应该一个 獨立 文童 有这些人 有这些人 这些人 又很关心台湾 动力的问题 啊 这些人 又很关心台湾 动力的问题 你就是 再倒回来 在一个 台独联明 运动 就是要参与 要把这个 理念 要再参与 在这个 这个参与的 过程里面 我们要很注意啦 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到底 我们的阻害 是在哪一家 我们的阻害 是那些 反对 台湾 在破海 台湾 人 破海 台湾 人 今天你在台湾 社会里面 你要去分情 当然 民进党 没在做 但是 他虽然是没在做 但是 他 要够维持 在一个 台湾 不要去 吉那共产党 摒吞 的那个基本 他够有 维持 维持 在那种的角色 我知道 有听到这个 第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 听到国民党的 比如说 吉那党的 一个年轻人 他是一个 我记得是 帮救 在这个 张雅琴 张雅琴的 电视节目 里面 年代的节目 里面 他好像是帮救的 国民党的 議員 OK 这是我第一次 看到 一个国民党的 少年議員 他们在 张雅琴 在针 黄富心 就是说 朱立伦 要向黄富心 跟他 抗击的 这个问题 啊 坐里张雅琴的 旁边就是这个 很 西中的 吉那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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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你这群人 後面的吉 包括张雅琴 他说 你这群 黄富心的人 因为那党 很像是 熟了黄富心的人 他说 你这群人 後面的吉 写一个 我们要找回 四季的中国粉 他说 我们台湾人 是什么 我们台湾青年 根本不可以接受 一个什么中国粉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如果这种 例如我们台湾人 例如我们台湾人 例如我们 这边 这是常常听到 我们都是 对 我们是 做到台湾 主体性 这是第一次 在一个 吉那党里面的 议员 年轻人 他们 针对 这个 黄富心党部的 这个 这个问题 他们当面 账他们这老一辈 跟他们账 你们在说 中国粉 本身 就是反台湾 反对 这个党的 极心 他们认为 这个党就要改变 他说 你如果说 那些 不少年人 要跟你参加 OK 他们当面 账就对了 好了 这就是我这样说 我们怎么知道 今天 在台湾 真正在阻碍台湾 是那些人 所以我们的力量 要更集中 要怎么攻击 那些人 攻击那些人 真的在反台湾 台湾民族 运动的人 更不是 在台湾民族 运动 里面 怕不对 有时候 你要他自己批判 怕不对 比如他在说 中华民国台湾 你要他自己批判 批判的时候 比较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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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的人 我就是说 台湾民族 运动 第一 我们自己的目标 说得很清楚 什么是台湾 都没有正义 OK 不用那么论 什么是台湾 台湾就是说得很清楚 OK 很简单 一句话 台湾 比较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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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力 要攻击 这些 在台湾 反对台湾民族 运动 的人 OK 如果 食地 这些偏偏 他有时候 怕不对 你要他 批判不对 但是 那些粉粮 放掉 OK 粉粮 放掉 粉粮 要知道 要怎么放 但是 今天在台湾 因为 有某种的民主 的定属 刚才 罗伦斯 他现在没在 这是一个 枪材 的策务 认为 既然台湾 是固定 中法民国 OK 固定 质量民国的体制 这样 我们就不应该 他参加算计 这都是策务 在这个 既然 今天 是去 你让他 抗制 他的 官核 他今天 用一个 帖子的 伏力 把他抗制 在里面 你的生存 就是在里面 所以你的 参加算计 你 主要 台湾 要把他看作 是一个 民族道政的手段 用这种的策法 这样 你就没问题 OK 用民族道政 到底 现在 是不是什么 要抵制 他的策务 这有时候是一个 你的 台湾 动力 民族 運動的 力量 大到一个庭头 你一个 经济 之后 我们可以发动 抵制的策务 像过去 人家 我们就应该 抵制的策务 在你没力 抵制的策务 你当时 抵制的策务 那是不容易的 就是说 真正到 我们认定 五百 OK 还是可以对社会 作成一个 一个 大的影响 那时 去抵制 台湾的意识 那时 你也可以 抵制 但是你 抵制不够 那时 没需要 你主要 就是说 那些 要看作一个 民族道政 OK 这是道政的手段 如果这样做 就没什么问题 OK 所以其他 至于说 大力 我现在是在 感觉 台湾的 独立 運動 可能要定心 去做一个 组建 OK 这有时候 如果有一个 软体工程师 的观点来说 是 反对这种 软体工程师 过去 开始的时候 都会感觉 这个软体不可以 软体工程师 还认识 一些新的 事实上 证明 那些都够了时间 就是说 爱族 现在已经有了 跟他改良 林允体工程师 最后发现 他的经验 发现说 是爱族 现在已经有了 去跟他改良 改良 改良 所以 目前 我有点困 当然 我问他 去台北 参加这个 这个 市委 这个市委本身 并没有独立 应该在那些地方 要独立 台湾独立 但是我现在看 南匙 北匙 台湾独立 他们都没有 并没有独立 但是 有人说 我是很烦 这些人 有台独师 跟阿伦 烦 这些人 有台独师 我不知道 所以我问 我为各位 我会 特别 走去台北区 去跟他们看 我有怎么叫 一些人 我本来 都会有些人 有怎么叫 一些人 大家去参加 好啦 我会那些人 我会那些人 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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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要補補補補 我 我回答吗 还是 你管理会補補 还是 我还是要装補 都可以 我是可以回答几句 就是 刚刚博博士提到说 那个 就是批判的比重问题 我是 提出另一个角度 就是说 诚如刘博士所言 他那个 明天要去示威嘛 那其实这就会让我想到 2014年的 三一吧 因为那个也是 我有参与的 这个项目 然后因为 之前 就是 我为什么会比较 把就是 为什么会觉得说 民进党或者是 像蔡英文遗留下来这些 这些所谓的 遗毒 是非常值得批判的是 因为 他不只是没有来做台独 而且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说我们不去 把他的代表的这种价值 就是虚假的 就是没有正派的 或者是脱离做人 基本原则的价值 去把它完全排除的话 那造成的结果就是 别人不相信 我们所主张的东西 是不是真实的 那 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对运动 是完全没有 任何的好处 那反倒是 为什么我觉得 国民党也好 新党也好 统促党也好 我们可以有的时候 就是 即使我们不批判他 但是因为他们的主张 越来越激进 尤其是像黄复兴 这个事情 突显出一些人的激进的时候 反倒 那个民众他们是会警觉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 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话 像柯文哲 或者像蔡英文的这种欺骗性 是更高的 而我们 要叫破 要喊破这个欺骗性 其实就是 要让大家 就是去注意到 这其实是一个 我们需要去注意他的欺骗 而且有了这个欺骗 对于后来真正要主张台独 像郭贝宏这样的前辈来讲 是绝对只有坏处 就是为什么 会觉得说这样的批判 是非常的重要 谢谢这个 Ted 你对台独认知的promote 叫行动 原来是有层次的不一样 行动力 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 如果参加审举呢 是表达台湾最新的民意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能从这里边的退却 让那个表达民意的机制 总共消失 总共消极的退让是不行的 应该要有积极的往前走 至于安装往前走 一步一步来 来 现在跟曾苗红博士 来 参加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今天四两晚就起来 听一听一听就叫杜菇去 谁都杜菇去 谁都杜菇去 我杜格拉斯 又踢柠檬的地方过来 好 我在那里有杜菇 所以你跟他讲 来 我现在说一下 台湾独立这件事情 是所有 我不敢说别人 我的感觉是我这辈子 成功的台湾人 心里想要做的一个很理想 理想的目标 一个成功的台湾人 要做的事情 所以说台湾独立建国 对我来说 一个成功的男人 就应该以台湾为骄傲 以台湾独立建国为职制 我的定义是这样 所以说 今天年轻人 有人说台湾独立建国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公平的事情 第二点 我现在要说的 现在台湾独立建国的策略 现在台湾独立建国 在台湾独立建国 台湾独立建国 甚至 在南海的事情 在在威嚇台湾独立建国 在威嚇台湾独立建国 人 陸海空餐金配比 生氣 我對這個軍事的事情 比你們所想像的 所引發的 還要升很多很多 我從理論 再到我的博士論文的撰寫 我都是 是有趣圖的心的 而且是intentionally 我是很有 很有義服的 就是說 我現在的意思是要說 中國共產黨 是一個欺騙的國家 全部都假巴出片 出嘲笑 我說給你們聽 一個沒有海優空優的航空母艦 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一口鐵棺材 所以說他們在這裡說 說給中共第四架航空母艦 第五架第六架 我跟他們說 那都挪順 那都沒有戰力 根本沒有戰力 世界上 你如果說 日本 美國 打過航母戰的 都知道 都知道 中共的航空母艦 根本還沒有形成戰力 夾巴出好笑 出好笑 他騙台灣人 恐嚇威脅台灣人 甚至於恐嚇威脅全世界 一個 從1949年建政以來 從沒有打過海空軍作戰的國家 對 升金百善的美國 甚至日本 如此囂張的恐嚇威脅 那真的是在說哈全世界 意外看法 所以說 甚至於我今天早上 又聽到一個名詞 中國 人家欠了 你說說 美國的 說中國的 尖35 從尖20的隱形式戰機 倒出 在印度外 抓到 根本沒有隱形 在尖35 現在又發明那個尖35 我一聽尖35 或比美國的F-35 還有厲害 夾巴出好笑 F-35 以色列的空軍 開著F-35 進入西里亞天空 把所有的飛彈機力 全部炸光了 結果呢 S-300 S-400 蘇俄製的 的環空系統 連看都沒看到 炸得讓它光光光 現在 因為中國 吃得出氣片 成績 我現在的演講 我有講過 蘇聯 的軍事科技 的potential 都已經在效中共 說你們這些 我 你們的 的國防科技 全部都是超我 它的發動機 飛機的發動機 使用的是 蘇俄製的發動機 因為中共的煉鋼的技術 世界排名 四五十名以外 台灣的煉鋼廠 排名在11名 中共的自製的 任何的飛機 它的發動機 歐輪引擎 全部都是使用 蘇聯的了 蘇聯說 我的已經很落伍了 你們又在弄 又在邪我 頭髒 他們就笑 笑中共的軍人 根本戰力 是全世界排名 比那個 比那個 那個那個 飛桌的海盜還插進了 所以說 為什麼這些藍嘴 在所有的電視台上面 一直幫中共西張聲勢 現在是 他們想要把它從量變 產生質變 我跟你講 對不起 海空軍的作戰 是一種 海空軍是一種科技的軍種 你只要空軍的飛行員 海艦 那個 那個戰艦出去 看到都是茫茫的天空 茫茫的海上 東西南北都考不清楚了 所以說 一再的 甚至於連巴鐵 巴鐵 都要退貨 以前是南美洲的委內瑞拉 還是薩爾瓦多 跟中共買的雷達失效 現在連巴鐵買的 買的中共的雷達都失效了 在21世紀的作戰 我 以美國的技術 我看得到 我就打得 我就轟炸 21世紀的 飛機的投彈技術 不管怎麼樣 的 眼層的投彈技術 我只要看得到 我就炸得到 中共的航空母艦 你要出海以前 你要前48小時要通知我 不然的話我才有引擎 我開不動 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是一堆廢鐵 根本沒有形成戰力 什麼 他們那個 電池 電池 電池的那個 那個拋射能力 你吃比較壞 我跟你講 看得到 就炸得到 所以說為什麼 美國的七族艦的艦長 就坐著一個梁椅 抽著血架 看著航空母艦 中共的航空母艦 在那邊搖來搖去 根本 絕對不是對手 問題是 蘇俄 他們中共 他們有核彈 美國這個 這個國際警察 他們的經濟 美國的海軍的 海軍的總司令就講了 你如果中共你敢出手 我讓你們看到一千個地獄 一千個地獄 所以說 我很不習慣 我每次耳機拿起來在聽 我很不習慣YouTube上面 那些藍嘴 一直在吹捧著 什麼尖三五 什麼航空母艦 已經五艘六艘七艘 博士班打幼稚園的 那為什麼台灣 已經民進黨完全執政了 都沒有一個人能夠糾正 中共他們想量變 產生 他們的經濟跟下餃子一樣 量變產生質變的那種錯誤的觀念 沒什麼事 如果真的打下去的話 我們先不要 不要 我們先不要打到核戰 核戰的話 就麻煩了 這世界問題 世界就毀滅了 我跟你講 真的海空軍傳統作戰打下去的話 又是 一百多年前的 的那個甲午海戰 18 94年的甲午海戰重新再演 但是中國這不最準的 習近平沒讀書的 根本都是一些狗屁的東西 這是我今天從軍事科技面 隨便隨便給我們鄉親參客 我很火大 為什麼所有的電視台 都一直在幫煩然的那些什麼 什麼嘴巴 講的他們 藤您家務 天將神兵 多厲害 多厲害 吃辣的 以我的科技觀點 以我的精速素養 以我的技術 我是電機博士 我所操控的 是西佛ISR 21世紀 國與國之間作戰的聖經 所以說我從這個角度 分享給前輩聽 讓前輩知道 物是敵之不來 事物有以待之 中國 你如果跟他出手 是你運死的 我說給你聽 OK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文文你怎麼補一下 我只講一兩句話 就是說剛剛曾博士提到 中共是一個欺騙的政權 那所以說 要推翻中共的話 就是如果有人用欺騙的手段 那麼說他要推翻中共 我們也是覺得不能夠相信他 就是像有人如果 之前我記得應該是 曹長青老師說 有人不是寫書嗎 說他是周恩來的私生女什麼的 那這樣的話 的人我們也是應該要批判 因為虛假不能夠打倒虛假 那同樣就是說 這也是我剛剛提到 就是再回來講 為什麼要 一直在講蔡英文的問題 或者是一直要講說 民進黨的這些人 他們是不是真的 有莫忘初衷 這個問題是 很值得 就是很值得我們去注意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 中共的戰力很弱 但是他可以把這種欺騙的價值 貫穿到所有的 這個所謂 中華台北的政界的話 那其實就是 恐怕問題應該是 比他的戰力還要嚴重 對 在媒體上 很多 這樣說白痴 或是說 糟糕 那這個是 有些哪些地方是屬於 言論自由 哪些是屬於 我不會去講的 NCC 不知道要怎麼管理 所以 NCC 不知道哪些地方 要怎麼改造NCC NCC的主委 已經走到不敢做了 因為 因為對蔡英文最好 國民黨也要抓他 所以我們看看 耐心得有什麼手段 再來是 蔡英明峰社長 你是 有什麼高見 要來評論 呃 大家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有 不錯 有 有 這個 我來美國四十八年了 我來美國的第一年 有去參加加拿大 第二次的 台灣 世代會 在加拿大 台灣人 在加拿大 去參加 對美國 對其他地方 來 所以大家 在加拿大 台灣人 在加拿大 台灣的政策 啊 今天 已經四十八年了 所以 台灣人 關心 台灣人的問題 有 沒有結論 也沒有選擇 所以 這就是 台灣人 要 要 出口的地方 因為 四十八年 經過 一些 三百 過 星期了 我來的 是 三十五歲 現在已經八十四歲 現在已經八十四歲 所以 所以 說起來 這個時間 讓台灣人 很多時間 但是台灣人 關心 台灣的 什麼事情 是 大家 要 檢討 沒有 不是只說 就是 要 行動 一定要有 性格 所以 我來美國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了 所以 我在 二十幾年 前 就 覺得 要為台灣 做什麼事情 所以 我就 做一個台灣 海外 當然 之前 我有參加 紐約的 東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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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重要的 所以 我們台灣人 在 北美洲 不管說 加拿大也好 美國也好 在台灣 還是全世界各國 大家都很大 但是 四十八年以來 感覺 要在這裡 要在這裡 落落色 所以 感覺 是不是 台灣人 要尋找一條路 比較記憶的行動 要進行 特性 記憶的行動 今天 大家 討論台灣的 戰鬥 大家都 很有 定論 有意見 很好 但是 要怎樣 引起 台灣人 海外外 共同的行動力和割心力 這就是我們要探偷來思考的地方 因為時間 我剛才說已經經過四十八年了 可能更久了 有的人是十八十年了 但是 台灣人對年輕和老和死 要繼續像我一樣 跟大家一樣 要繼續有台灣心、台灣情 要繼續走台灣路 這條骨心和意志 這是很好的現象 但是時間很久 漸漸的影響未來的行動 所以可能 我們要探偷說 我們要怎麼來加速台灣人 在北美洲的行動力和勝過 還有台南海外的台灣人 走政客的路 走政客的腳步 向正經 所以今天 像我已經 在八十五歲了 時間也沒有多久了 永不退休 不退休 沒有不對 但是 我最近 身體無憧憬 是感覺十五歲說 人的一生 漸漸 緊張去美 到 緊張了 緊張了 但是 台灣這條路 要很遙遠 所以 總共 台灣人 是不是要 再進一步 來思考 要怎麼加速 台灣建國的速度 跟勝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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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想不到一個 我講的 我講到 我給你做一次 評論 好 大家 這個 大家在這現場的朋友 我們現在這個節目 都是在禮拜 在美國的時候是禮拜 我每禮拜 禮拜 在教會 都聽了一些訊息 一天 牧師 跟我們說 你說什麼 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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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說 哪一方 這哪一方 就是 幾歲 去 雅思王 去的 雅思王 雅思王 這比較厲害 我講得有時間 所以 雅思王 有雅思王 你如果真正說 你亂來 用武力擴張 用金錢腐敗的國家 他會給你消滅 他會給你 經過的 我今天 大家 很多人 在美國 台灣 都在想 股票 這兩天 就開了很多 像 AI 半導體 不管是台積電 或是 NVIDIA 都開了很多 然後 雅思王 雅思王 有漆漆漆漆漆漆 很多 非常多 但是 中國 全世界 像中國 香港 這個股票 落一個 是 透透透透 所以 這個 是怎樣 說 是怎樣 中國 叫美國 拼命 除了 兩個世界 拼命 除了武力 對抗 也有些經濟實力 經濟實力 就是 科技封鎖 什麼 供應鏈 金融戰 這方面 各方面 目標來的 中國 可能 動不動 所以 我看 中國動不動 他都想 說 我所有的 北大的 我看都不順眼 所以北大的 李克強 什麼的 都沒有 現在中國 只能聽 他說話的路材而已 也沒有什麼 經濟專家 所以 我想 中國 西西部路人 他的王毅 就把那個 西方世界公 你 只要把我們封鎖到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科技都沒有辦法 我們AI 現在我還有 一點點 以前留下來的晶片 但是再來的時候 我就沒有機會拿到更好的晶片 我會武器的會有代鍋 所以他說 你不公平 對我們不公平 那我 我自己大膽猜測 如果 以習近平來說 他認為說 我應該還有一波 我如果把中國 台灣打下來 我把台灣打下來的時候 我台灣很好 可以 我拿了很多他的財務來用 然後呢 台灣 太多資源 我可以用 所以他 說不定會最後一波 我也說不定 不知道 但是美國 你說 你小時候 你 會贏 不過 他想說 我如果在台灣 很多人要配合我 我現在 如果沒有打 他如果 武器的代鍋 我就越來越不可能打 所以我現在 只好最近要打 所以我預計呢 習近平說 兄弟們 我們最近 海事方面要準備 要做什麼 五二年還剩七十幾年 大家注意看 不知道要打什麼事情 會出來 但是 習近平呢 他就這樣想 他想 我如果沒有的 就沒有 所有都沒有 都好 所以 他有這種惡類心情的人 中國說 你要用什麼 跟我打 你火箭金喔 火箭金 我這麼說 你的火箭金 到底要不死 我都知道 習近平嚇一跳 說 哎呦 我本來要靠火箭金 結果 都讓這些人 不敢去喪失 他在背叛我 所以修理他 他兩個在那邊爭 他是要進步 他要修理他的人 趕快重新重整 要打你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如何 但是 今天 我想想 那個 從哪洪書 這是 古歴聖經的 寶寶 那個地方 他說 雅蘇王 要求這些 以色列人 那我要把 你你以為 這個城市 我要滅亡他 是怎樣呢 因為我英國 叫 那洪 在那些人的心 有派的聖地 跟你拯救了 你就有翻會了 翻會了 我說好 這樣我沒辦法處理你了 然後 還有 15天後的心 他總是說 不記得自己 再來 再來 你沒救了 因為 你 我 想的是有仁慈的 有公益的 我但是 我看到你有 翻會的心 我會把你下變 但是你如果是沒有 公益的時候 我要把你處理 因為你已經是武力 扣張領土 以金錢腐敗 所以 他的現象 跟習近平 那個紫老虎 完全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 我知道呢 我不知道 他修理的速度多快 但是速度很快 所以 如果小長 你覺得說 我們大家 都沒什麼路 雖然我今天 是 剛才聽來 現買現唱 不過我回來的時候 我那個 章節 我又幾乎看我 還是 我們還是有很多的希望 因為 雖然 我們台灣議會 議會 現在有很多亂的現象 但是 亂的現象 就是在什麼 自知 什麼死地 而產生 給你的機會 我們的機會 我想應該 我們都看得到 甚至於 我們大家 比較努力的 當然我們不放棄 所以 比那個 憲章這一載 他們沒時間 哪裏 你如果有機會 再去看 哪洪師 跟約拿師 那幾載 那幾載到後面 你們自己看的 是 就可以得到 大概相同的結論 相對 因為有你 人民 你如果有那個 但是習近平 他的水準 他沒有辦法改 因為他們 中國的人 就是說 我們就要騙 然後偷來了 武器 騙來了 科技騙來了 但現在人家 都認知你 我不要讓你有機會 用到新的武器 新的科技 因為你新的科技 不是來造武 你的人民 你用你的新的科技 是要來欺負人 是要控制你的人民而已 所以 我想 這是 我的期望 希望 最終他的相對 會讓我們有得到一個台灣 吃倒天的機會 我是覺得 非常有希望 我們 520 剩70比而已 我們應該要密切的注意 應該要密切的注意 那 英倫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對神學方面 還是對其他的 我的 願意做一點 首先 首先針對那個 首先針對 蔡明峰社長 前輩 的講話 就是 我能夠 體會到就是說 像 前輩這樣子 到目前 還是保留這個 莫忘初衷 這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也有很多的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 像邱毅人啊 等等的 有很多人其實是 在或者是市民啊 他們可能年紀大了 然後等了很久之後 覺得仿佛 台灣被世界看到了 因為民進黨或者是蔡英文全面執政 那他就不會去 而在意說到底內涵是 台獨 還是花獨 還是 中華台北沒有矮化 還是其他的東西 所以 可能 他們覺得 好不容易 看似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然後就 鬆懈 或者就變成說 覺得他們至少比國民黨好 然後就是去維護 去坦護 無條件的坦護 或者是 比較不分是非的坦護 那這樣的一個態度 當然就是 比較沒有那樣的 一個理想了 所以我覺得 可以體會之餘也是有點 就覺得遺憾 就是說如果 等了很久 反倒換來他們是 這樣子越來越 英雄馳暮的話 自然就是比較可惜 所以這是剛剛高醫師說 沒有大佬他的感嘆 大概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因素 然後 另外就是 講到聖經的話 我覺得 有一句話還是蠻重要 就是公義是幫國高舉嘛 所以無論中國他是不是 他可能一定不是公義的 這個我們沒有 必要再去論 就像我們沒有必要去說 台獨跟華獨 用很長篇去講 剛剛柳博士說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基本就是 可以要求自己 就是說我們自己 是不是活在公義 是不是活在 可以 就是說對 對人對己都有 這樣子的一個公義 那對己公義 對人 有一點點的憐 那麼多一點的憐 或者是什麼 那麼其實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 可以得到 就是說可以得到這樣的尊重 無論我們的理念 是不是暫時能夠 很快傳播出去 但是至少我們要做到一點 就是別人即使暫時不認同 但是他覺得我們這個人是值得尊重的 然後他再去思考說 我們提出來的台獨 或者是建國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想法 他們是不是要接受 就是如果我們對於 例如說我們自己選出來的人 然後其實他的一些 平常的一些言行啊什麼的 我們其實都 比較沒有那麼高的言語 律己的標準 那恐怕我們再得到別人尊重這方面 就會比較有障礙 這是為什麼我提到說 我不太同意 好像我們一邊宣傳理念 但是你不會去批判 像是蔡英文的作為啊等等的 這樣我會覺得不是那麼足夠的原因 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自己是先做好 然後讓別人都可以 覺得我們是可以值得尊重 甚至是敬重的人 那我們再去宣傳理念的時候 我想這個人格的魅力就是會比較大 當然我不能保重人格魅力大 就一定宣傳的快 而是說至少我們不能把 把人家把我們看成像是 台灣民政府那樣子的一個笑話 如果這樣的比喻 大家應該就是可以聽得懂 如果我們覺得那樣子的 不是我們覺得可取的 那蔡英文或者是民進黨目前的作為 也許我們也是要進一步去深入的思考 這就是今天我們為什麼會在 就這樣的一個題目 至少是我啦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不能代表高醫師 但是我想至少是我在這方面 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體會和理解之處這樣子 謝謝大家 真的 謝謝 這樣大家提高我們的台獨素養 我們提高自己的台獨Index 自己提生自己 然后行动不要缺乏行动力 我们忍耐过久了 5月20日 我们的丹尼公 所有的时间 你要开始当家了 我们要开始严厉批判他了 不是说让他在随便 并着Follow TIW 继续这样刷下去 我们更严重 不用那人客气了 我们说的话的时间不允求 我们全世界 小长我跟你讲 咱们去读到 协政官的三位的时候 有读到AIT的 连英 他来到说的时候 当然Kino Speaker 说到很纯粹 不会太长途 不过宪文兄 他说20时 他们又会到很多很多人 到AIT的总部 还有一下子有 三四十位的国会议员 会一起见面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子弟 还有很多人都还在继续努力 我们很快 我想美国方面的 这个政策模糊 已经开开 渐渐会有改变了 谢谢大家注意 我们注意我们的机会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